黑马组还有最后一位 也是之前表现非常好 夺得了爆狗王 所以是得票非常高的 也深受大家喜欢 也是硕果仅存的女脱口学演员 让我们欢迎杨丽 大家好 我是杨丽 高到半决赛了 不使劲不行了 你们也能看出来 今天我这个劲都使到造型上了 有点越努力越心酸的意思 他们跟我说杨丽 你这样做会特别像乘风破浪的姐姐 结果我现在我觉得 我特别像赛车场上的女郎 赶紧我手里就插一个小旗 就准备随时说Ready Go 录节目真的改变了我很多 我尝试了很多新的东西 你知道上一季我录节目的时候 那是我人生中第一次 那么认真的化妆 你知道当我坐在镜子前 看着镜子里那个 花了两个多小时 化上了全妆 带着完整妆发的我 脑子里就闪过四个字 就是没有必要 不知道为什么 像我们这种常年不化妆的人 突然第一次猛的一化妆 就会显得年纪特别大 我当时那个蓝色小碎花一穿 然后那个头发在那一卷 你就感觉我今天 不是来说脱口秀的 我是来参加婚礼的 参加的还是女儿的婚礼 我仿佛就看见时尚之神 就算不远处向我招手 只不过是以交警的手势说No 我大概真的很难洋气起来了 比如说上节目 上大学都没有改变我 我大学是在一个设计学院 学设计 我跟那个学校 真的是格格不入 开学第一天 我就听见一个同学说 他家养猪 我听完贼兴奋 因为看过我的观众知道 我家是养猪专业户 我当时想说 这就是同道中人 我说你家养猪 我家也养猪 他说是 我养的是荷兰猪 他说你呢 我说我家养的是 荷兰猪 他说可爱吗 我说好吃的 我觉得这就是我 你知道 就是不管我现在做什么工作 我骨子里永远是个农民 平时为什么我老穿T恤 牛仔裤 不是因为我觉得它好看 而是因为我潜意识里觉得 这样穿干活方便 就是我穿个宽松点的裤子 卷起来我就可以去插秧了 不时尚的一个事 真的也不能全怪我 我从小到大 对衣服就没有自主选择权 你知道 我从小到大就没有买过 一件我自己喜欢的衣服 我买的所有衣服 都是我妈觉得面料好的那一件 而且不知道为什么 所有衣服 只要到我妈手里 她只要轻轻那么一搓 她就知道面料好不好 我想说你那个手 是质简仪吗 直到有一天 我看见她跟导购在聊天 你知道吧 她说这两件衣服怎么办 那个导购说 这件两百 这件一百 然后我妈说 杨丽 这件面料好 她说你摸 你摸 你看 特别轻薄 我说是 那一张一百的 肯定比两张一百的 摸起来轻薄啊 开灯啊 没人开灯啊 我觉得杨姐讲得特别好的时候 手部动作会非常丰富 她会这样一直切 打打打打打打打的 所以你知道我每次看到那些打扮特别夸张的那种时尚潮人 我都特别羡慕 我说人家怎么就活得那么潇洒那么自由 难道他们都没有父母吗 她全身上下 从头到脚 所有的东西都在向你传达一个信息 就是这辈子有没有人管得了我 别说你了 连精神病院都不敢抓我 然后我就只能悄悄地溜过去说 我的衣服 面料好 我还特别羡慕那些时尚超模 不是因为我觉得他们品味好 而是因为我觉得他们身材好 就是足够平 我太想拥有这种身材了 我这种身材特别酷你知道吧 就显得这个人特别有骨气 就是他身材存在的本身就表达了一种态度 就是对男人的不屑一顾 所以他从你面前走过去 他都特别骄傲 好像在说 你看什么看 你越喜欢什么 老娘越不长什么 我好疼 你这会一样 翻上去了 靠这个翻上去了 这个我觉得很稳了 我觉得很稳了 你们是不是常常听人说 时尚是一种态度 但是不知道是什么态度 就是这种态度 我现在也想开了你知道吗 什么时尚不时尚的 我觉得不时尚就不时尚的 不重要 因为那些时尚的人士 你看他们 他们都显得特别不开心 你知道吗 因为他们拍照的时候都是这样的 你就感觉精神状态非常差 感觉每个人都是张博洋 拍照的时候随时都在说 哦 不行了 生活让我头痛 别说了 我准备要退赛了 只有这样你才能时尚起来 你知道很积极阳光的人 是很难时尚起来的 没有一个超模在拍照的时候 内心是忽然 然后就说 我一定要赢 我真是太厉害了 这件衣服棒 不够棒 而且它面料好 好 谢谢 谢谢 谢谢杨幂 喜欢杨幂的朋友 不要忘了为她投票 3 2 1 请锁票 我们请刚跟杨幂说的 这个瓶非常不搭的 天真姐 先来电 我跟你说 男人这个事情啊 你 那我要 别说悄悄话 别说悄悄话 大声什么 不是 我是说 有什么都没用啊 这个这无关 我刚才拍灯 是因为那个 他前面说到说 有的人穿衣服就挺奇怪的 然后我看到大老师拍了 我就想起来 这是可能就大老师的点了 对啊 我们都是鹦鹉系的这种 这种穿着啊 您认为时尚的态度是什么 他说那些女孩 身材都随爹那些 随爹 就是他不是平吗 就是 您认为 因为您现在是一个时尚 叫 我不是 我不是 你才是时尚 我不是 怎么还骂上人了呢 我时尚行了吧 我最时尚 我12尚 我18尚 好吗 然后您现在 对您的大马女装 有一个时尚的态度 跟一种 一种 要宣扬了一种精神吗 没有 我就是 面料好就可以了 面料好就可以了 其实杨维讨论的问题呢 跟演艺演乐讨论的是一样的 他换了一个角度 他得出的结论 跟演艺演乐 还不太一样 还挺好玩的 他就是说 就是在乎 其实就是不在乎 就是反而那个兽啊 也是一种不在乎 你们怎么看 对 我就这样 而且他的节奏 在这个整个节目里 特别靠谱 等于他前边 其实上了有点平 他的后头 一番就一番 一番又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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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就停了 让人感觉 哎 这个完了 这种歌叫什么呢 对 哈哈哈哈 这是什么曲风呢 感然而止 我觉得肖邦挺适合他的 哎 看 看起来挺那个什么 挺平静的 但里面呢 也是有很多高潮的这部分 就开始其他的讲的时候觉得 啊 挺挺 中间啊 越讲越那个 那个有戏剧感 这一点是 这空间感怎么样 空间感不错 空间感真的不错 不错 非常喜欢 特别喜欢 哈哈哈哈 这个 杨丽模仿了很多时尚人士 就是哭丧着脸拍照 杨丽的总结 就是那样有态度 对 我感觉 我看出来的就是 一定要不一样 一定要不在乎 而且一定要想死那种 就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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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想死 其实就是说 你们在乎的东西 我都不在乎 就是不在乎 不在乎 但总 你认为男性 男性拍照片 最有态度的一个 表情应该是什么样的 哈哈 我每次去了以后 因为每次那个时尚的那些编辑老师 因为我特别抵虚 我就觉得我出现在这是个误会 所以他们让我穿什么 我就穿什么 让我怎么摆 我就怎么摆 这出来的照片都 一塌糊涂 也还行 挺有风格的 挺有风格的 不错不错 那个杨丽是怎么想的选择了 小北和浩子这一作 就是 如果我不选他 我就得选建国啊 忽兰啊 什么的了 所以你觉得他们比较弱 对 我本来 其实我 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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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